乙肝,虔称慢性乙型肝炎,主要是指乙肝病毒检测为阳性,病程超过半年或发病日期不明确而临床有慢性肝炎表现者。 为什么乙肝那么可怕? 病毒性肝炎一共有五个大类,分别是假,乙、柄、银和物型,其中乙型和柄型肝炎可以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。 而相比病肝,乙肝更是被很多人所忌惮。 相比其他肝炎,乙肝是全球80%原发性肝癌的直接病因。 在中国,全国13亿人口中有一亿慢性乙型肝炎病毒,HBV感染者,约占全球乙肝携带者的三分之一。 而且我国乙肝发病率还在持续上升,乙肝治疗药物,慢性乙型肝炎,至今尚未找到彻底治愈的药物,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,乙型肝炎疾病复杂多变,治疗周期漫长,清除病毒防治肝脏病发症,恢复健康是乙肝治疗的目的。 目前我国已经批准的治疗方案有,普通干扰素RFNF和具乙二纯化干扰素PegifF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,并介绍了包括RT卡维,富马酸T诺弗为止TDF,TB肤定,阿德肤为止,拉米肤定,的五种口服的核肝类似物。 一口服的核肝类似物,核肝类似物能有效抑制有肝病毒复制,安全,使用方便,目前被应用的有拉米肤定,赫普丁,阿德肤为止,赫维利,宁正,戴丁等,NT卡维,薄露定,TB肤定,素比肤和吉利德以上是药物的Vit肤马酸T诺弗为止,TanovaVitseproxyfumate,简称TDF。 这些核肝类似物的优点是有效性,异形性,安全性,但是也有疗程不固定,一发生病毒耐药,停药后一复发等的缺点。 二注射的干扰素,干扰素包括普通干扰素A,和聚异二纯干扰素A,它是一种生物质剂,通过调节免疫来看病毒感染,干扰素治疗的优点是有固定疗程,不产生病毒耐药,血清转化率高血应达持久,具有调节免疫和抗病毒双重功效, 缺点是虚皮下注射,价格较高,不良反应较多等流感样症后群,骨髓抑制,精神异常等有妊娠,精神病,酗酒,失败长期肝孕化,甲状腺疾病等禁忌症,以上的药物中,又已注射的干扰素缺点中多成被人个病,而既往口服和该类事物又因是毒性等副作用尴尬无比。 此时,吉利德推出的TAFT诺福为艾拉分案,TDF升级款就进入乙肝治疗一程,TAF在三期临床大放一海TAFT诺福为艾拉分案,TDF升级款,其在年初公布的两个三期研究均为随机,双忙,96周三期临床研究,在1298例既往未接受治疗,出致和已接受治疗精致的乙肝HBV成人患者中开展。 二重点就是,研究评估了GAF25毫克剂量用于既往未接受治疗,出致和已接受治疗精致的乙肝易抗原,HBV性乙肝患者,HBV阳性乙肝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。 根据治疗48周时实现HBVDNA水平,29国际单位每毫升的患者比例,研究数据证明了GAF相对于吉利德抗病毒药物,T诺福为TDF的非裂效性。 与前代T诺福为TDF相比,TAF还改善了肾功能和谷歌安全参数。 TAF人员是不起,印度三哥帮忙尽管TAF都是不小,但其人员要的巨额费用还是用非常多的乙肝患者难以承受。 所幸在今年12月11日时,印度MIRLIN药厂宣布由吉利德授权其保质的TAF,MIRLIN把保质药商品名为HBV上市了。 1月1900卢比,折合人民币仅200元,计算下来,一天仅6.7元,相信TAF仿制要上市,已干患者有希望了。